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銅鑼灣最近新開了一間日本過綱農燒肉店 品牌來自日本宮崎縣 食材全部用日本貨 店內供應的櫻花和牛由自家牧場養殖 第一櫻花牛是泰藏山的家族 現在爸爸社長還在運營 櫻花牧場每年只會出產100隻牛 櫻花牧場在宮崎縣 由水質至飼養至整個牧場環境 其實牠們都有嚴格的虧損 由牛嬰到出產 規定是29個月內的 沒有牛 餐廳獨家入口原隻牛的各個部位 除了一般的牛西欄 肉眼連牛心、牛肝臟等等 都可以在這裡吃到 套餐價錢由598元起 最貴的餐要998元一位 包括一份宮崎A5的櫻花牛極上燒肉拼盤 無限追加指定A5和牛 和60款以上的放題食品 說真的不算便宜 不過勝在和牛的質素高 油花昆青 只是套餐包括的牛西欄扒 已經值會飄加了 如果鹽不夠後 店舖還有每日限量供應的 稀有和牛部位 在香港 不論是黑肉店或其他地方 你可以吃到A5和牛的地方 這些部位都是比較少見的 例如辣椒肉 這個位置就是牛頸下面 油脂分布比較平均 吃下去的口感很好 例如我們今天吃這隻A5和牛 都是350公斤左右 稀有部位 例如剛才切的牛柳 只是8公斤 餐廳只是環境已經很加分 部份座位對著銅鑼灣圓景 夠了開揚 最近終於陸續放寬堂食的人數 如果有預算 又想找間餐廳吃餐好的 相信這裏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